哈喽大家好,我是不耍嘴皮子,只说好电影的惊悚哥 今天给大家带来豆瓣评分8.5的烧脑故事 看网络时代,父亲如何凭借一台电脑,找回失踪的女儿 这是一部别出心裁的犯罪惊悚片 初次观看甚至会被奇怪的画面劝退 但只要多一些耐心,就会被精彩的故事情节所吸引 从而欲罢不能 故事发生在加州圣河赛地区 电脑屏幕前的男人名叫戴维斯 他原本拥有一个幸福的家庭 女儿玛格乖巧懂事,妻子美丽贤惠 戴维斯喜欢用电脑记录生活的点滴 自从女儿出生之后,每个开心的瞬间 都被电脑摄像头完整地记录下来 然而这个幸福的小家庭 却因妻子换上淋巴癌而心中绝望 长大后的玛格做梦都想和母亲一起弹钢琴 此时却成了遥不可及的说往 玛格上高中时,母亲就离开了人世 这件事让她受到了不小的打击 也致使她的性格发生了很大改变 从活泼开朗边的自编内向 戴维斯为此操作了心 因为玛格就读于寄宿学校 所以她经常通过网络和女儿聊天 以免她沾染一些不好的习惯 玛格虽然到了叛递期 却很少和父亲闹矛盾 在视频通话中 她总是很乐意分享自己最近的见闻 这天在聊天过程中 戴维斯发现女儿身处陌生的环境 于是变向她许问情况 玛格表示自己正在同学家里 参加学校组织的学习互助小组活动 要等到明天上午才能回家 到时候就能和夫妻一起吃大餐了 刚刚结束了女儿的通话 戴维斯就接到了弟弟彼得发来的视频 厨艺糟糕的彼得正在厨房里忙碌 之所以发视频过来 是想向哥哥求教秋葵炒菜的做法 看着一锅卖像凄惨的炒菜 戴维斯不仅皱起了眉头 但当他看到弟弟桌上摆着的围巾药时 更是火猫三丈 他询问弟弟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些药物 彼得急忙解释 那只是风味蘑菇 可惜这些拙劣的谎言并不奏效 面对哥哥的一声指责 他只能乖乖承认 自己在少量稀释为禁药 为了缓和气氛 彼得忽然问起了侄女马哥的近况 戴维斯虽然觉得有些奇怪 可还是把女儿刚刚告诉自己的事情 分享给弟弟 此时彼得家的门铃忽然响了起来 他提醒戴维斯 把秋葵炒菜的菜谱发给他 随后就急匆匆解说了电话 此时的时间为2017年5月11日 当天深夜 马哥给父亲连续拨打了三次电话 可由于戴维斯睡得太沉 并没有接到电话 直到次日早上7点 他再次给女儿拨回去 对方就一直处于无人接听的状态 戴维斯起初并未在意 直到下午3点多 他才终于感到一丝不安 因为今天是周五 马哥要照例去参加一堂钢琴课 戴维斯希望给培俊曼老师打去电话 可得到的答复 让他打为吃惊 老师表示 马哥已经半年时间没有上过钢琴课了 戴维斯急忙查看和女儿的聊天记录 上面明确显示 自己每周打给她的钢琴学费 女儿全部收取了 不久前还和自己讨论钢琴课 看来女儿在说谎 连想到昨天凌晨 女儿打来的未接电话 戴维斯内心也有些不安 他给弟弟彼得发信息求助 对方却一脸轻松地表示 侄女儿一定是逃课出去玩的 不用太担心 问问他身边的朋友 或许就能知道他的下落了 戴维斯觉得弟弟的话很有道理 可令他为难的是 自己平日里对女儿关心不足 就连他身边究竟有几个朋友 他都一无所知 想到妻子生前曾做过一个备忘录 里面详细记录了 女儿同学家长的电话 他急忙打开查看 很快就找到了马哥最好的朋友 对方名叫艾萨克 最有可能知道马哥的去向 戴维斯尝试拨通电话 艾萨克的家长表示 孩子昨天愿好有外出录营去了 也许马哥和他在一起 等艾萨克回来 他会第一时间告知情况 这个消息神经紧绷的戴维斯 多少放松了一些 于是便在家里苦苦等待对方的答复 第二天一早 戴维斯接到了艾萨克打来的电话 他表示昨天的录营并没有邀请马哥 至于他去了哪里 他也不是很清楚 刚刚燃起的希望录底破灭 戴维斯有些慌了 距离女儿失去消息 已经过去了30多个小时 他不敢再耽搁下去 于是拨打了报警电话 在漫长的等待过程中 戴维斯打开了本地失踪人口名录 发现通过警方成功找回的几率 只有一半多一点 他的内心愈发的慌乱 此时所有的线索都已中断 他也只能依靠警方 不久后 戴维斯接到了一通电话 对方自称是联邦调查局的玛丽探员 刚刚通过接警平台 得知马哥失踪 这起案件经过他全权负责 随后 玛丽开始询问戴维斯一些基本信息 包括马哥的年龄 样貌 身材等特征 戴维斯对此深感疑惑 自己明明在递交报警信息时 已经讲述得足够全面 为什么还要重复询问呢 难道说这个警员并不靠谱 带着一次疑惑 戴维斯一边回答对方提出的问题 一边通过网络渠道 了解马丽警官的身份 令他感到意外的是 这个名叫马丽的女警探 早已名声在外 不禁捋破其案 还曾担任出于犯罪互助会的组织领导者 帮助了不少师组职人 重新回到正常的生活轨迹 网上的信息表明 马丽警官的确是为不可多得的好警察 这让戴维斯彻底打消了心头的疑虑 开始全力交代女儿失踪的细节 与女警结束沟通后 戴维斯注意到 女儿的笔记本电脑竟然忘在了家里 或许从电脑里能够查到一些有恩的线索 戴维斯迫不及待地开机 随后打开社交软件中的好友列表 为了方便调查 他把女儿的好友基本资料分门别类 在数据库软件中进行了整理编辑 随后在根据这些资料 注意打电话询问情况 可惜并没有打听到女儿的行踪 虽然如此 戴维斯却从这些朋友口中了解到 女儿平时在学校里表现得十分孤僻 严格意义上来讲 她并没有真正的朋友 戴维斯在心疼女儿遭遇的同时 也为自己的事直升感愧疚 不久后 戴维斯在女儿的电脑里找到了新的线索 她清楚地记得 女儿在失踪前的通话中 表示自己正在同学家里参加学习互助活动 那个同学名叫尼尔森 戴维斯接往联系上对方 尼尔森表示 马格晚上9点就独自离开了 至于去了哪里她并不知情 戴维斯急往询问马格离开时 是否异常表现 女儿极不耐烦地表示 她和马格并不熟悉 只知道她经常登陆一个博客网站 戴维斯根据这条线索进行调查 却依旧毫无收获 结束通话之后 戴维斯收到了警局发来的邮件 这些段监控录像 录像显示 马格一周四晚9点 从在某加油站加油 随后驾车离开了市区 戴维斯皱起了眉头 女儿深夜赶往郊区到底是为了什么 倪团似乎越来越多了 时间来到马格失恋后的第三天上午 戴维斯在翻看自己和女儿的聊天记录时 想到一件事情 女儿半年都没有参加钢琴培训课 那么她省下来的钱究竟去了哪里 想到此处 她急忙通过引连系统查看女儿的消费记录 发现几天前 马格将2500美元转给了一个陌生人 可当戴维斯查看那个账户时 却发现户主已经注销 很明显 对方在刻意回避调查 戴维斯还在和彼得讨论女儿钱财的去向 女警玛丽发了邮件 解决了她们目前最大的疑惑 原来收款人并不是别人 而是玛丽用假身份信息办理的银行卡 换而言之 她通过银行把钱转给了自己 戴维斯更加疑惑 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 弟弟彼得急忙解释 这样做只有一种可能 那就是用洗钱的手法购买为禁药 随后带着这些东西远走高飞 戴维斯立刻否定了这种可能 在她看来 玛丽并不是放荡不羁的女孩 结束与弟弟的通话之后 戴维斯打开了一个视频网站 女儿经常在上面传视频 或许在这里能有所收获 果然 在连续观看了几段视频之后 戴维斯发现 在女儿的账号下 有一个署名为炸薯条的中式粉丝 对方母亲身还重病 薯条一边上学 一边在餐厅打工 戴维斯发现 这个女孩的遭遇跟玛丽很像 也许是玛丽出于同情 出钱帮助了这位粉丝 戴维斯把自己的发现 告诉了警探玛丽 他很快找到了 那位网名叫薯条的粉丝 并且声称 自己已经详细调查过了 薯条是个穷苦的餐厅服务员 他与马克的失踪 并没有任何联系 调查不断受阻 让心情糟糕的戴维斯愈发抓狂 他意识到自己太过先及 可能在调查方向上出现了问题 于是就准备关掉电脑休息片刻 就在这时 他无意中发现 在女儿拍摄的短视频里 一个野外的小胡 经常出现的背景之中 戴维斯似乎抓住了救命稻草 于是根据目前掌握的信息 成功锁定了那片区域 女儿手机关机的位置 也恰好在小胡的附近 这里极有可能隐藏重大线索 虽然时间已经到了深夜 但寻女心切的戴维斯 却管不了那么多了 连夜开车来到了小胡边 经过一番寻找 果然在一处不起眼的地方 发现了女儿的钥匙链 也就是说 马哥失踪前一定来过这里 戴维斯的努力没有完肺 第二天一早 警方就在胡底 将马哥的车打捞了出来 庆幸的是 没有发现马哥的尸体 因为车内有打斗痕迹 所以警方初步分断 只有可能是一起绑架案 随着汽车被打捞上岸 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马哥失踪一案 各路媒体闻讯而来 争先恐后地 对整个调查进展展开报道 除此之外 也有许多志愿者 参与了马哥的搜救活动 由于当天天降暴雨 所以搜救的行动 不得不推迟进行 随着关注度持续增长 戴威斯也陆续收到了不少电子邮件 只可惜其中大多数 都不是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与此同时 马哥的个人直播界一边的空前火爆 戴威斯注意到 有人为了博取眼球 声称戴威斯就是杀爱女儿的凶手 更有甚者 直接造谣马哥行为不检点 并且声称他并未失踪 现在正在和自己做苟且之事 戴威斯被这种恶毒的评论器的不轻 于是直接找到对方 并将其通揍了一顿 这件事立刻在网上一起轰动 舆论也越来越向着 不可控制的方向迅速发展 马里警告戴威斯暂时停止调查 只有保持客观冷静 才有利于做出证据的判断 对于马里的好言相权 戴威斯冲耳不闻 他深知女儿失踪的时间越久 找到的希望也就越渺茫 所以他必须争分夺秒找出新的线索 在翻看警方拍摄的车辆打捞照片之后 他发现女儿的车里 竟然有一件熟悉的黑色上衣 戴威斯很肯定 这件衣服是弟弟彼得最喜欢的卫衣 因为胸口有一个特殊的标识 所以绝对不会有错 彼得的衣服怎么会出现在马哥车上 戴威斯似乎在一瞬间明白了一切 他急忙打开电脑 查看马哥与彼得聊天记录 果然两人之间聊天内容十分镂固 而且还经常约在深夜见面 难道说马哥的失踪是弟弟所为 戴威斯即便不愿意再相信这个结果 但种种证据摆在面前 又让他不得不信 蠻香怒火的戴威斯 带着监控探头来的弟弟家 一方面找他问清楚情况 除此之外 他还需要搜集一些证据 面对哥哥的质问 彼得显得一些无所适从 直到戴威斯准备对自己动手 才不得已交代了事情 原来执逆马哥染上了药因 每隔一段时间 就会找他帮忙买药 他们之间并没有任何不伦之事 戴威斯听完正准备发火 彼得却开始反过来质问哥哥 你知道马哥需要什么吗 你知道他为什么不喜欢上钢琴课了吗 因为他一听到琴声 就会不自觉地想到他死去的母亲 一只顾自己的工作 却忽视了孩子的成长 戴威斯被弟弟骂得压口无言 作为父亲的他的确没有做到尽职尽责 就在兄弟俩互相埋怨之际 戴威斯收到了玛丽打来的电话 对方声称凶手已经找到 并且还发布了一条人追视频 戴威斯紧忙查看 却得到了一个令他无比震惊的消息 视频中的中年男子声称 自己谋杀了玛丽 对此申表抱歉 为了免于牢役之灾 他打算自我了断 视频到此夹人而止 警方也在第二天举行了新闻发布会 因为凶手自杀死无对证 所以失踪案被认定为谋杀案 虽然尸体容易被找到 但这并不影响警方 进行检案处理 戴威斯虽然不人也相信女儿已死 但却不得不接受这个残酷的现实 他打开殡影馆的网站 准备为女儿筹划一场体面的葬礼 可能他看到网站封面的广告人物时 却惊讶地发现 广告模特 竟然和女儿直播间里的 忠实粉丝薯条极为相似 他紧瞒我图片搜索进行检索 发现这位薯条的真实名字叫做戴安娜 是一位小有名气的职业模特 戴威斯立刻联想到 玛丽曾告诉过他 他已经调查过薯条了 并且职业是一个餐厅服务生 结合现在掌握的信息 很明显女警太太说谎 她为什么要在这件事上欺骗自己 戴威斯今晚打电话给警局 却无意中得知 是他主动请营接受了玛丽的案子 如此多反常的举动 只能说明玛丽 在试图隐藏事情的真相 戴威斯再次翻看对方的个人简介 在犯罪互助中心的一张照片上 他发现了一个熟悉的面孔 站在玛丽身后的人 分明就是不久前位置自杀的凶手 戴威斯立刻打电话给警察局直属领导 并将自己的发信入事相告 玛丽的葬礼上 玛丽硬邀出席 只可惜他没有料到 自己竟然当场被警察带走 面对入山铁招 玛丽只好交代了整件事情的经过 原来玛丽的儿子罗伯特 安恋玛丽很久 她帮有摩托戴安娜的头像 在玛丽的直播间里疯狂刷屏 并成为她的最忠实的粉丝 为了博取玛丽的注意 她还为自己创始了母亲重兵 自己勤工俭学的人设 罗伯特没有想到玛丽信以为真 竟然把自己积攒下来的2500美元学费 入书寄给了她 意识到自己有些过活 于是罗伯特尾随玛丽的车辆 准备找机会和她实话实说 只可惜 她找的实际并不太好 玛丽到山崖上歇释违禁药 罗伯特的坦白将她彻底激怒 在争执过程中 罗伯特失手将她推下悬崖 玛丽在得知儿子闯祸之后 主动请应接受了玛丽的失踪案 为了帮儿子掩盖罪行 她还特意找了个替罪羊一死邪罪 不过人算不如天算 再缜迷的犯罪手法 又疏漏的地方 正是戴威斯的喜心 让真相浮出水面 警局方便忙着调查玛丽母子两人 救援队则开始在玛丽坠落的山崖下 展开拉网室寻找 幸运的是 玛丽坠牙后 只是受了重伤 在没有水和食物的情况下 她坚持到第四天已经是极限 第五天的大雨 让她补充了少量淡水 这才让她坚持到 救援队来临的那一刻 玛丽最终火灸 作恶之人也得到了拥有的惩罚 故事至此结束 电影网络迷宗上月2018年 由阿尼时查甘迪指导 该片拍摄手法新颖 剧情引人入胜 不同于传统的悬疑推理电影 导演将所有细致入微的线索 都通过电脑屏幕呈现在观众面前 让我们同男主人公一样 通过筛选这些信息 从而一步步接近真相 也许这正是该片的魅力所在 电影网络迷宗 有着浓厚的时代特征 在信息飞速发展的今天 人际关系 情感联系 包括社会生活 都与互联网信息相关 电影为我们呈现了 它强大的一面 同时也揭露了 它的某些短板 例如篡改信息和网络暴力 静从哥提醒大家 身处迷一般的网络世界 要更加注重个人信息的保护 对于这部拍摄手法 先锋另类的悬疑推理片 你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在评论区里留言讨论 好了 本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 谢谢大家UG网的支持 咱们下期再见